在彰化鹿岗举办的台湾灯会 彰化余会发挥创意 将乌鱼籽的外包装制作成LED灯笼 这样的创意让小朋友大呼有趣 到底用乌鱼籽的外包装所制成的灯笼 长什么样子 带您来看看 打开包装 留下外包装纸盒 工作人员按照说明步骤 不到十分钟 一个LED灯笼就完成了 我们的外包装 我们的灯笼 我们可以带回去 可以改DIY来做成一个灯笼 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小朋友 来参加我们那个灯会 彰化区余会表示 每年过年前是物鱼盛产的季节 不过近来与营养殖成本增加 也连带造成销售价格的提高 买的这个蚝蚁籽 淡的淡籽就已经 介绍到一斤都钓到一百至两百 因为我们的蚝蚁籽泡下去会失水 所以说我们虚的这边 它要做部分的这个条件 我们这个一颗 我们都钓到三百块 定义到几个一丁 几两丁的探索 屋子料理制作方式变化多样 味道清爽不油腻 而透过巧思之后 就连外包装也能利用来做成环保灯笼 既爱护地球又富有趣味 新台海电视叶锡红台湾彰化报导 来关心